请紧握扶手 站稳踏街 捷运里搭手扶梯的民众 一个个都往右边站 不过这样的规定早已取消 只是朝年来的习惯 真的很难改 有上班族发文抱怨 下班搭被截手扶梯时 站在左侧 被后方民众拍肩膀 当下他不予理会 没想到竟然被大骂三字经 让他相当傻眼 一度想报警处理 应该用个标语吧 左右两边其实都是可以站 但电梯也比较不会坏掉 我觉得两边都可以站得比较安全 网友说两边都能站啊 北捷只敢偷偷喊 贴标语很难 拿着手机开录影告下去 而根据北捷统计 去年民众在北捷手扶梯行走或奔跑 导致受伤的案件数 共有65件 创下五年新高 其中行走61件奔跑四件 可见光是在手扶梯上走路 也很容易发生意外 而在日本民谷屋 今年十月一号起 就明定禁止在电车站 手扶梯上行走 超高龄社会来临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规定也是蛮合理的 台湾可能可以慢慢的 朝这个方向前进 应该是要在上面等待 是比较安全的 有民众建议 要么比照日本完全禁止行走 要么回到以往 右站左走各取所需 但对此 台北捷运公司没改变做法 仍然以紧握扶手站稳踏街 宣导电伏梯安全主轴 不会限制站立位置或是否行走 但也呼吁赶时间的旅客 留意自身与他人安全 也要尊重有站立需求的旅客 强调物奔跑及物强行参阅 在监运公司规则未改变之前 赶时间的民众只能提早出门 或是直接走楼梯 避免发生争议 记者与盛行草武林台北报道